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名之余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了第一条鱼 在北海 有一条叫昆的大鱼 成千里波涛熬游 化为大鹏之后 可以借大风扶摇直上九万里 许多人会羡慕昆 鹏得无拘无束 可庄子认为他们的自由都是有所带的 一个人真正的自由自在应是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换而言之 就是不置于外物 不傍于荣华 不求于功名利禄 竹林七贤之一的姬康 在竹林隐益 铸造了一个铁铺子 引来山泉 平时打铁累了 就跳进池子里抛一会儿 不为世俗所居 超然物外 诗人临不隐居西湖孤山脚下 靠迈梅子维持简单的生活 平日假一夜偏周 往来山水之间 或已在梅树旁看白鹤起舞 无忧亦无虑 杨将先生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人生真正的充实 从来不是物质能带来的 一直为俗世纷争 虚名福利费心 反而会让人身心俱疲 放下多余的欲望 反扑归真 灵魂才能自由自在 疯子凯一家曾迁往重庆郊区的一座荒村居住 他辞去了教职工作 卸掉盛名的傅磊 自己圈一块地种豆种菜 养鸽养鹅 劳动之余 读书作画不亦乐乎 混了乏了 便已在窗前看他养的大白鹅 风趣地称他为鹅老爷 日子看似轻苦 但他却以甜淡的心境 活出了别样的乐趣 巴金曾这样评价风子凯 我的脑子里有一个风先生的形象 一个与人无争 无所不爱 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风子凯淡薄名利 化作不求财求名 随手赠送他人 享受着平淡 品味着简单 并从中获得莫大的快乐 所谓人间至未是清欢 清欢之所以让人迷恋 是因为它不激于物质 只求心灵的风影 自得 豪梁之鱼 千年之前 豪水之盼 庄子与惠子曾就调 调鱼的快乐 展开过一场辩论 庄子说 调鱼从容不迫地畅游 真是快乐呀 惠子却说 你不是鱼 怎知鱼的快乐 庄子说 你又不是我 又怎知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人生终究是自己的 冷暖自知 悲喜自渡 我们无需以他人生活为衡量标准 也无需为他人评价所累 就好像有的青蛙不满足于坐井观天 想跳出去观天地之浩渺 但有的青蛙享受着端坐井底 观井壁绿意盎然 洗凉水之涟漪 这两种生活没有孰优孰劣 最重要的遵循自己的内心 找到真实的自我 毛母的月亮与六辨识 主角斯特里克兰德的原型 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高更 斯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伦敦证券经纪人 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可就在四十岁那年 他为了画画 突然抛弃弃子离家出走 他去到巴黎 住最破烂的旅馆 吃最粗陋的饭菜 生染重病 差点死掉 但他依然无怨无悔 后来他来到塔西提岛 娶了一名土著女子为妻 终日买首创作 不改其乐 直至生命的尽头 他得了麻风病 他的画作依然没有被认可 但他仍不以为然 书里有一句话震撼人心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 淡泊宁静 与世无争 难道就是糟蹋自己吗 与此相反 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 年薪一万磅 娶一位美丽的妻子 难道就是成功吗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得好 所谓自由 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人这一生 被人理解的重要性 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自处 江湖之鱼 庄自大宗师中讲了一件事 两条鱼儿一起在干涸的浅滩 互相吐沫湿润 勉强为生 庄自认为 与其互相煎熬 苦苦维持一段关系 不如各自投入江河 虽截然一身 却活得开心 相濡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有时 人与人之间的分杂关系 如同江绳一样套牢着身心 与其苦苦经营一段 消耗自己的关系 不如潇洒分开 各自安好 就如周国平说 无聊者自厌 寂寞者自怜 孤独者自足 王维在中年时 以官拜丞相 王公贵族与他结交 学子争相拜访 门庭访客络绎不绝 忙于公筹交错的应酬中 置身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王维感到心疲审法 于是他选择远离人群 隐居竹林密布的网川 在明月高悬下 一边弹琴 一边高歌长笑 没有孤身一人的寄疗 只有独处的宜然 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 独乐 是一个人独处时 也能欢喜 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 独醒 是不为众乐迷惑 你待在人群里 容易被喧嚣淹没 你独处时 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手里 清代金世家张廷记 有一副对联 朱惠翁半日静坐 欧阳子方夜读书 朱惠喜欢花半天时间静坐 保持心静澈彻 欧阳修习惯在夜里独自读书 灵魂在文字里畅游 人要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 更要学会妥贴地安放自己 毛母说 世界上最大的成功 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一生 最好的处事态度就是 不置于物 不困于心 不乱于人 如此 我们才能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 内心从容自在 点个在看 与朋友共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原理那些人抛弃